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27号了 最后一个星期了 对插婆来说 没人关心她 但是有人关心这个奇海事件 前面弄了一张图 大家看到发生什么事 大家要心知肚明 香港 is not child 这两天的新闻铺天盖地 本来想说的 但是真的不愿意说 幸好刚才一看到拆掉了之旗 当时照片都找到了 这个话题当然很讲很多 本来就是犯徐丽泰 不能说民主 什么什么 梁振英 我不是说什么 我们以前回归的时候 我都在那时候回来过来的 我们不讲政治的 不要说民主 我们讲饭食的 阿伯 你真是阿伯都很紧要 阿婆阿伯都很紧要 什么年代啊 还说不要说民主 喂 习近平私下对着拜登 民主制度不行的了 其实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制度 我真的很违疑 他真的不知道 他读书少 跟李家超一样 但起码不是读书多的人才明白民主 在民主的地方自然明白 香港人就明白了 以前不明白 七十年代不明白 因为看见文革嘛 对不对 梁振英先生 扮取你还做过 港英那些行政会议 不过就吞了去老共那头 这些是典型的了 典型的那些封建思想余论来的 这些人都中了 不用问世界是不是正在进步 以前清朝籍 那我们还可以回到清朝 如果清朝做得好就行了 是不是 君子乐宪啊 是不是 当时也有人提过的 甚至孙春生开始也提议 好像英国那样 限制王权 然后就多行一些选举制度 改革 类似的 变法 又维新又涂强 改革朝廷制度 当然了 现在说这些不是好像历史那样呢 不是 即是说时代变 全世界都要走向民主了 是中国不肯 还用它的封建的改良封建制度 是不是 开明专制 是不是 西方有了 你们这些人不懂得读政治 在政治里面 学说里面是不通的 即是你的论述是不能够自言其说的 问到你几句也不行的 人家用什么问 我持权或者我是权势的代表 老共不想搞民主 不是 我老共整天都说的 那你这么说 回到英治早期啦 是不是? 英国人一百多年来都不搞 搞得挺好 人家搞得好 真是搞得好 现在还在怀念他们 你们搞不定 搞不定就要用民主代替 就算假民主都可以整些给人看 现在连假民主都没有 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 连假民主也有什么用 因为起码有声气 有人权 竟然现在有些阿伯 阿婆出来说 民主人权都不肯都要了 我回头了 还怀面是我们那些古代史 什么时候都社会不进步又剝削又成 七十年代 是不是? 中援都没有的 年代 很想成功 他们自己成功了 容易忘华 总之这些没有资格出来说话 其实这些又不读书 现在多老了 只是整天 以前我都不懂 我都是继续努力 大家都是 是不是? 我的视频老人家看多 但是竟然支持民主 是不是? 老了不等于我们 以前我们一向都说不要讲政治 交给英国人都不行 我们赚钱都不行 现在你交给老共都不行 你自己不放心 所以你说不是了 我们要出来千秋万代 为民主出一点点力 我们有这个心 因为我们已经识见了 当然了 骂完这两件废财 我们讲回高兴的事 高兴的事就是平石村一夜就收皮了 嘟口嘟鼻的 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我以为香港人死久了 算了 但是死心不息 插婆说 香港还有些人 抗争派还是死心不息 随时会出现 我回头一想 什么时候有消失过 是不是? 你又拘捕又行 不一样有人侮辱国旗 迟迟有 照样虚 不 当日你搞了国旗法 我都说了 你要那些人尊重国旗的歌 已经有了 是不是? 也都久不久了 古思雄一早就告过了 你不是要增加检控 那些人就会尊重你的旗 越是告人就越黑人争 越黑人争 越是想侮辱你 我不是叫大家侮辱他 但是 你有条气不信 我问你用你的方法 我有我的方法 我当然在视觉范围里面 如果走过去看见到 我就说 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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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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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你老鬼 当然是奸 当然是精的了 欧生人不是的 我是要炒我 你炒我 你知道旗啊 那你说 哎呀 那些小孩不懂事 不要啊 不要啊 我又在想 为什么要说他不好呢? 在他来说 你就告了 现在还很厉害吗? 有案底没有案底 你猜就能找到钱了吗? 读完博士都找不到钱?一样黑米啊 一定要读书的吗?哎呀 有了案底做不到公务员了 一定要做公务员的吗? 做警察做不到? 一般年轻的可能我找到生计就算了 做什么警察这么黑人 这个跟我们不同 最重要是份量 份量够大嘛 我们的价值是不同了的 你明不明白? 那我这类人早早就说多东西想 知识分子 白了 就说什么价值观 又要民主 这些小数而已 现在不是 我觉得我绝对是保守害 已经变成了 年轻的不止要欠民主 还要 你以前欠港元算 你就欺负他 没了 现在都可以欺负你没了 阿超 延续下来的那些 梁振英那些 有警察 我有防部队 什么什么什么 有警察就行的 香港 管着你 跟着好 那你整个屋邨动了天眼 看着 那我门一面出来 挖花了它 回回家 怎么办呢 就是你知道国旗 都不是多的 是有少数人 少数人 差我知国旗而已 这几天 这样呢 收完了 那为什么收完了呢 这个才是问题嘛 官堂是哪些人呢 我都不懂的 这些地区的政治 听过什么官堂社团联会 以前是陈鑑林 现在也是 其实是不是 我真的都在怀疑的 那你后面又不见他叻了去骗的 民主派依然是大多数 不过那些最笨的蓝丝都在官堂 公屋区 贫穷人口多 但是公屋区 年轻的都是黄的多的嘛 所以其实那个张力一向都存在的 现在呢 你挂旗 我很公道说 你自己家里就挂饱了 他现在做的什么呢 那些叫风车楼 我以前都是住风车楼的 不过那些是小的 一层只有八户而已 我北学村 小的时候 不知道不小 住了四十几岁 这些大的 我都见过了 去过了 那它设计是挺好的 因为中间空嘛 所以如果外面有风 风一变 你只要打开窗 前后 门口和家里的窗 那它有对流作用 那就很好的 很舒服 住得很舒服 但是你看到很恐怖 一层楼几下户 一个大的空间在中间 那些栏杆 是公家的嘛 有人可能晒了 棉被 那这几天有人照晒了 棉被 但是有些外国过渡的人呢 你就在家里挂救他了 就连从那些护委会 最近要废了那些护委会 我觉得都对的 护委会做了好事的 哈哈 居民基层组织 街道大妈 但是也有民主派一样滲入 所以现在要废了他 在共产党来说 如果控制不了 组织就要废了他了 那就取替了 准备了 没有区域 没有民主派区域 没有护委会 很聪明的了 想到这样 那是不是解决了问题呢 现在好像是解决了的 警察上来查 开始什么 收了这些什么 准备了 又想动用CCTV在那里 查查哪些人再逃顾国旗 我告诉你 随时在几天间变为 所有国旗都被人逃顾 出现这些现象 很有趣的 群体感 群众感染 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刻 当然了 我标题说阿超 是不是 是是超的意思 这个给他一个威力而已 我都是 啊 醒你了 阿超 阿超仔醒你了 给他一个彩 我想呢 他一定有份的 因为你比如中联办 跟着 跟着 左仔问他 问财婆 财婆就查吧 叫警察去做吧 问邓炳强 是这样的 邓警棚就问阿超 是不是 谁决定的呢 突然间要收回 如果不是来自政府的压力 你问南解观堂联谊会 这些这样的组织 尤其是左仔控制住 这样认衰仔 左仔会认衰的吗 会 当年不会暴动 左仔不会认衰的 你看 谭耀宗出来 程探林那些出来 你居心何在 你徒会国旗 他们很大罪 现在已经控制了香港 指挥了警察 警察不保护国旗 那你做什么警察 这样的嘛 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嘛 谁不知 你去回警察的角度 我是那区的警察 你叫我 可以了 拍一张照片 收起他 回去搜索了 你叫我去查 我去好警力 留下去捕他 抓到又怎样呢 真是的 又抓到又怎样呢 小孩子 家一家都有啊 尤其是新军 半夜三更 还有你告人很大 怎样证明是他呢 你很多警力才可以做到一宗 那你一向你们想法就是不可以告一些 那你公开在街上烧国旗那些 那你就告咯 容易啊 搜索啊 那些搜索不难吧 从这么个家搜索啊 半天三更噴出來拿罐噴漆噴噴噴噴 噴噴噴噴 就算你看到是 像樣子 蒙著臉 如果我回到家裡 撕了它 或者 總之 本土地的我樓下都是噴字 當然有的 那些小孩做的 當然是 不用老人做的 但是問題 你看見這些都說不夠高興的 噴噴噴噴噴 打到港英 打到什麼? 不是打到港英 打到林鄭 有些人愛港的 藍絲就不高興了 結果你就每天找食物去噴 抹 接著來不來就捕了 拉到一件半件 依然有 這樣的情況依然有 你要想一下 阿超就認識 我不知道他認識不認識 還是不急急 不知道發生了一件事 當然有人想到了 如果你這樣多發酵幾天 可能出現一個 就是7月1號晚上 燒光這些這樣的狀況 出來噴 找噴噴噴噴 全部噴噴 拍出來就很肉酸了 而且可能更大規模 最初是一等大廈而已 整一下整一下 現在其他大廈都有這些現象 都有這些掛旗現象 和鼻噴 弄髒的現象 是不是不要搞這種事呢? 10月1號那時候 我早就說了 你有沒有留意現在 香港隊有沒有踢球? 沒有啊 踢身球呢? 我正在等著 一齊丟了 一奏國歌 可能不奏國歌 你哪有得用法例去管人? 我們大陸都管不行了 要管的嘛 香港更加香港有那個反觀的傳統 就是免是別人比假 自己丟 是不是? 我都不是說很廢話 但是我不喜歡他一回事 那你就掛了 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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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手去撕掉他的旗的 但是當見到國旗就撕掉的情況 就是一種革命氣氛出現的情況 那本來不出現的氣氛 你是不是要刺激到他出現? 一想到這樣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誰的決定 通知一聲這個林柯什麽聯會 一夜間收 掛就未必是他們掛 未必是收的 如果沒有命令 他都不願意這樣做 一夜間收了 避免七一出事 七一會不會出事呢? 好像說有些人承認責任 早前燒了一條橋 什麼組織 總之就是七月一會要整個勁的 你看 可能是傳的 多數是傳的 傳都嚇死你這班虛弱的 李家超為首的人 所以李家超 你說他有智慧也對 如果他出聲 背後疏通 一定不會說你聽他說的 但是他一定要他嘛 是不是? 他會打給鄧炳強 討論一下怎麼樣怎麼樣 總之打給郭惠寧 我們覺得招呼一聲叫他收回比較安全 因為你難得有個寧靜 現在近來晚暗收香港已經很寧靜了 控制了 如果在七月一號 領導人已經不知道來不來 看來可能不來 因為昨天 原來一千九 即是星期日啦 一千九百一十七 星期日聚完 星期六日聚完 未來那幾天過兩千啦 是不是? 因為昨天好像還說 還說有幾十個那個什麼官堂那些 酒家群組還沒有檢測結果 即是沒有結果 本來可能已經過了 你檢得密一點就已經過了 一千七百九十九是本地 一百一十八是輸入 有本地有輸入 是不是? 已經是一片這個問題了 究竟取不取消 你不要七月一號前還有一些消期啊 或者大規模的破壞事件 不用很多人 幾個人都用 這樣你就抓咯 即是你會抓到那些小孩 你又怎樣呢 殺了他嗎? 是不是? 他不介意的 不介意有個案底 沒有前途了 香港 香港人越來越不介意有個案底 我真的發覺 我以為只是老了那些 老了那些很介意 我們這些真的很介意 免得一個都避開 但是那些小孩真的很壞 一次一次有一次 破壞國旗 有英雄主義的作用 去到尾 我整體的評論 阿超那個決定都算是自明知的 即是叫他收回了 不家產 香港最嚴重的暴動事件 史上兩天到三天間 死了60人 死了60人 傷了300人 這叫1956年 石劑美掛奇事件 你發覺這件事 正史不說的 即是盡量官方 台灣不說 大陸不說 香港政府不說 就是少數人有留意歷史就保持著它 包括我叫做熟 發生過這樣的事 盡量不說的 官方這件事影響心軟 就是因為拆枝旗的 不是拆五星旗 是拆青天白日 這樣就打起來了 當時1956年那次就是國民黨在香港 下來了沒多久 那些人 因此而做了一個 即是將軍澳以前那個區 是國民黨那些人在那裡搭幕屋區 那麼 因此而引你一場暴動就是拆旗 是 即是怎樣 即是如果你這支旗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很大件事 我們眼冤都對了這麼久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上心 或者對於這個社會的不滿 發洩在這支旗裡 很明顯這次的事件 因為有人就拆來拆過了 簡單來說 其實是應該房屋處收了它 根據上一次的經驗 因為你在公眾地上掛東西 其實是要問過房屋處的 我不信他會同意 這樣掛法 掛幾支就算了 多數是我掛了你吹人 那些什麼社團聯會 我掛了你吹人 就是說房署不敢執法 我做房屋經理 我做區長 我報了上去就算了 我絕對不會去拆他 因為你做房署也聽過這段歷史 1956年死了60人的事業 歷史 怎麼會呢 怎麼會自己掛什麼票呢 當然是上去 層層上報就去了 李家超那裡了 未來特首了 是不是應該勸喻 房署不會收的了 你叫誰掛誰收回它 你自己搞定 所以我們出現一夜收回的事件 我基本上是給他讚的 因為如果作這個決定 通常你不要問他了 他一定不認 或者怎麼樣 李家超說不認 少有的明智決定 當然啦 在我們這些圍恐天下不亂喜歡攬炒的人來說 沒事發生是不是一件開心的事 最好就是有些事發生 是不是 但是 但是不哭泣的事都無謂啦 沒了這些事呢 尤其是我們見到很虛張聲勢掛了旗 紅彈彈彈 跟著有人反轉了 開始發覺跟著有人 開頭說他反轉 笑他而已 跟著有人去噴他 其實是很明顯的 有人是違規的 因為你在公眾地方 你看新聞看到 有人就掛棉被 那你就不要搞 我掛 那怎麼辦 那裡是掛 你掛其他 我掛棉被不行 那有人掛棉被 也都有人投訴 認為影響對流空氣 所以他就不 喂 這個是借口而已 其實一枝旗怎麼會影響你那個空氣對流啊 我戶口沒戶口沒掛 但是你不排除有人是掛嘴被很生氣的 尤其是這兩年 還有 是不是 我們的回憶還未忘記 不想回憶未能忘記兩年前 現在你以為很包困人 可能就已經引你一些地區的勇武的蠢蠢欲童要玩東西了 這樣就玩到東西 你追究好不追究好啊 你警察追不追究好 你追究是否要大量警力內 是不是 又未必查到 又可能引你更多的事件 這幾天 傳染性 好了 各區有哪些事不行的 走去掛棉 拜託自己收回去吧 不要以為愛國大量警力了 愛國大量警力了嗎 你愛香港就大量警力了 我不管你南靖和 我愛香港 那就一定沒事了 我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愛香港 用香港的衝援 香港的福利 香港人的支持 愛愛中國 那你就混蛋了 好 來自拍照 我愛香港人的支持 愛國大量警力了 在你為何能混蛋了 火星行 一直說完沒有人 海外